恭喜你们平安 感谢主给带领我们师班 给我们很美的一个敬拜 圣诞节把这样的喜乐平安 带给我们每一位众人 感谢主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师班 这个年龄的 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左右 感谢神 神给我们的恩赐 不管你几岁 神都可以用 Amen 所以继续报名 如果神给你会唱歌的恩赐 加入师班 唱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也只有人 这样的一个被造的高位的人 才能够有这么美的歌词 所以不要忽略 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 我们要看今天这样的一个题目 因为下一篇我们要讲是提摩泰前书 因为在下礼拜就是圣诞节 所以下礼拜是应景的节目 题目嘛 所以我们讲圣诞节的兴致 所以我们明年开始 讲提摩泰前书 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 那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看 很少看了一段圣经 立位记六章八到十三节 从这一段的经文 来学习事奉的应有的心态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情 耶和华小于佛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环机的条例还是这样 环机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洗麻布衣服 又要把洗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坛机灰 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宁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底上 常常烧着 不可洗面 祭司要每日早晨 在上面烧柴 并要把蚊子摆在坛上 在皮上烧平安 祭生的汁油 还有一个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洗面 我们祷告 天父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而言 是很好的提醒 愿早上透过这一段的经文 提醒迦南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用什么样的侍奉心态来侍奉你 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圣明 在信主以后 基本上会有几个步骤要求 要聚会 下一个呢 要读经 要祷告 第四个 要侍奉 这四个是一个基督徒啊 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旅程 属灵旅程 所以侍奉呢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服侍主的心态 但一个很重要的 知道是因尽的本分 但是如果 我们不了解侍奉真正的目的 跟意义 会有很大的问题 会有很大的问题 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 这个弟兄或姐妹不服侍还好 一服侍就伤害 很多离开教会的人坦白讲 都是服侍的 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 因为一服侍以后发现 跟你冲突 跟他冲突 跟教会冲突 算了 此处不留也 自由留也处 款教会 而且耳腕太多教会可以换了 所以假如我们的目的跟意义 没有搞懂的时候 事奉很容易偏差 神不因此得荣耀 教会不因此得益处 而人把他得伤害 教会的事奉把他受拦阻 所以越事奉 他越愿先尤人 那这更惨 所以今天我们 虽然有些人已经参与事奉 有些人还没有参与事奉 但是从属灵的广义来看 每一个人都在死亡 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 繁祭这个事例来看 当时要求祭司 献繁祭的时候 有五个祭 其中一个祭叫繁祭 这个祭除了皮留下来 其他全部都要烧掉 你不能烧一部分 这个大腿肉留拿回去吃 这个拿留回来不行 全部要烧掉皮身 那这样重要的一个技能 这一段经文 上帝特别对这个祭司 有一个要求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 你发现其中有一些 很值得我们互相的提醒 第一个 要吃亨尽性 为什么 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一直出现的 有一句话 如果你读的时候 有没有敏感注意 是哪一句话 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讲了三次 换句话说 因为这个火是第一次 是神自己点 你不能让它熄灭 既然要常常烧着 让祭坛上的火 不会消灭 很重要的原因 你怎么样 你柴上的火不消灭 你要加柴嘛 你没柴了以后 那听众姐妹 百姓人来献牛献羊 你没柴烧啊 所以你不断的要加财 迁财 所以呢 第一个 要迁财 加财 才可能让这个 祭坛的火 常常烧着 如果 当祭司的 在事奉上 随便啊 懒惰了 百姓来献祭子 把牛都摆在上去了 结果柴火不够 没烧掉 全部要烧掉了 烧不起来 谁能说啊 祭司就要被责备了 所以呢 事奉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常常要加财 常常加财表示 持恒啊 你不能断断续续啊 高兴的时候放两根柴银 不高兴的时候不理他 那个柴火就会死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事奉 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一个 持恒的事奉 你当祭司 可能会有人不高兴啊 有人讨厌你嘛 但是会不会说 因为你听说 你讨厌了 所以我不加财了 哦 我是你奉献了 你现在信仰 不理你 不可以啊 他还是要加财 让这个炉火 一直找起来 这是一个 按神所定规的条例当今 忠心执行的态度 你不能有别的因素 你又不能有其他的原因 残累 而造成你不天才 你是祭司 那在旧约 是对祭司讲 那请问新约 我们是不是的祭司 是吧 我们在 以德前书第二章上 每一个人都是 君尊的祭司 神把这样 我们要的职奉结果 所以我们的事奉 记得事奉上帝 不是事奉一个教会 不是事奉一个牧师 不是事奉长老 不是事奉某一个人 你的财果会不会因为这些人 你不天才了 那神会追究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要因为同工不合 退出事奉 不要因为同工不合 更换教会 如果你参与别的教会 好好就投入 上次我们讲的 我们的事奉是对上帝 对上的 也不要因为事业太忙 我有空才来 才加财 那上帝永远在赐教的地位 因为我要加班 所以不来 因为我要带小孩去 参加活动 所以不来 我们的财果 常常是不烧的 常常断 所以这个炉火 怎么样复兴起来 教会怎么可能复兴呢 记得 神的儿女 我们谈服事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原因 我们都要 天天加成 我刚才读了第六节 坛上的火药 常常烧着最后一句话 十二节又提醒了 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有一对年轻的美国 宣教师夫妇很年轻 去新几内 这个地方 印尼化称作伊利安岛 是一个在澳洲北边的 一个土著的地方 他们去那边宣教 很不幸 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丈夫既然在 很偶然的机会里面 竟然被那个土著杀了 那当然对一个年轻的太太来讲 这很伤心 而且小孩还没满周岁 你想想看 所以哭啊 就讲 哎呀 主啊 你都带我来了 丈夫这出事未竭 升天使 还没有开始建造教会 刚刚踏上了这样的岛 没有多久 就被杀了 苦 很多 这个 这个 弟兄姐妹也来安慰他 有一天 他就坐在自己的琴旁边 他就拿起 一个歌本 他就翻到了一首歌 那首歌是当年 神呼召大的时候 他感动的那首歌 所以他就弹了 唱着唱着 一直哭着 把这首歌唱完 那唱完以后 他祷告 既然神曾经呼召我 成为一个宣教师 即使我今天的先生被杀了 不是我期盼的 但是那个呼召的主的期盼 我有没有继续完成 所以呢 他就振作起来 隔两天以后呢 后事什么都办完了以后 教会弟兄姐妹就到他下来访问 安慰他 然后访问的当中呢 就有一个姐妹就问了 这个太太 你还没开始整理啊 什么时候起程回美国呀 他以为张婦死了 那你这个太太一定无依无靠嘛 可能就最好是打包回去 爸爸妈妈还住在美国 回老家不是最好吗 所以呢 就问他 你什么时候起程 怎么还不开始整理 要不要我们帮忙啊 姐妹讲了这句话 我没有计划 要回美国 我的丈夫在这里 为福音倒下 我也需要在丈夫倒下的地方 继续传福音 他的财果还是少人 他没有因为这么大的打击 埋怨上帝 愿先有人 打包回家 没有 他往自己成为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 我们的财 不要断断取取 记得 要永远 常常加财 第二 为什么想守望呢 如果刚才第十二节 你们有留意的话 第八节里面 他有一句话 怎么说呢 他说 梵体的 梵体要放在 潭的残上 从晚上到天亮 你们有什么意思 晚上到天亮 那你从十二节开始读了 你就发现早上起来 你要点燃 你要献祭 那第八节突然告诉你 晚上到天亮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如果是白天 弟兄姐妹拿着记录来献祭 你当祭司的 你不烧都不行 对不对 你就有人献祭了嘛 你一直守望 昨天也看着你 你一定要烧彩的 问题是在 晚上到天亮 黄昏的记 献完了以后 晚上就没有人要献祭了 也不会来献祭了 但是彩虹还是要烧着 那个弹量的火 还是不能熄灭 这问题就来了 都没有人看见 你的彩虹还要烧着 那就是即使你 事故的态度 如果说 都没有人献祭了嘛 反正现在也不需要彩虹嘛 不需要烧牛 不需要烧羊嘛 我也睡过 结果不是睡一火 睡了三火 五火 一睡着 早上起来 一起来 激火 那个坛上的火怎么样 死掉 守望 守望 人看见的服饰 不难 大家都盯着你嘛 穿好的 做好的 让大家都知道 我服饰很认真的 问题是背后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 你那里面对主的灵 侍奉的态度 自己的灵修 自己的聚会 可能上帝在盯着你 没有人盯着你 那我们不能只有白天的时候 我们做出很漂亮 晚上的时候 没很理的时候 打顿了 忽略了 随便了 那这个坛上的火 翻了 所以天主教那个石膏一本翻译 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他翻译成这句话 祭司啊 你要留意你祭坛上的火 你要盯着 火已经裁不够了 赶快 烧 赶快 放柴 让他的火 继续能够烧得 不会熄灭 所以很多教会 不只是我们教会 常常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 去 今天是谁查经啊 大家还看来看去 谁啊 不知道 而是你呢 真的啊 是我 连准备都没准备 所以不用很多磕套的话 不要用也会很抱歉 这礼拜很忙 所以今天晚上查经 大家一起分享就好了 那还轮你的吗 轮到你大一哥也不准备 大家开始探 这些都是我们在背后里面的一个心态 侍奉上的态度 假如我们这边都不认真 你想想看 弟兄姐妹有新的木道友来一看 祷告的时候很漂亮 主啊我们要侍奉你 我们用圣洁侍奉你 你看你都没准备 还圣洁侍奉 是不是这样 这是在教会里面 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借口 因为很忙 因为有什么事 所以我今天没有准备 等等等等 教会不可能 这个复兴的火会着的 因为我们不守望 这火都熄了 吃方守望 警惕是我们要培养的属灵侍奉心智 1974年 在瑞士的洛杉菲 大科 文尼亚 讲了这句话 他很感慨 他觉得教会都在这种 败怪没落当中 他讲了这句话 请问今天以利亚的神在哪 请问今天神的以利亚在哪 懂这意思吗 以利亚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面对着这么大的拦阻 他不退缩 他对上帝完全的信心 他要求神从天上降火 请问今天我们信的这位神 在哪 反过来他又问 神今天的以利亚在哪 那个所有人都离开了 但是就那个心智 不退缩 服侍主的那个热忱 一点都不影响 请问今天的教会 以利亚在哪 求主帮助 我们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候 我们一直期待我们教会 和神心意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不断加财天火 守望的一个态度 第二个 要经常更新 不断清灰 刚才读的圣经里面 祭司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 梵祭灰 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祭坛的火 烧着不断的加财 是让火继续烧着 一个很重要因素 只有烧 你不清灰 火能不能着 可能要为妇女比较了解 现在也不太用 因为点瓦斯了 四十年五十年前 如果你自己家里 有烧财的经验的人 你就知道 你烧财就是烧烧烧烧 你不清灰 就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你发现那个柴火再怎么加 发现找不起来了 因为没空气了 所以你要让祭坛的火 常常烧着 除了加财以外 还要做什么 还要清灰 灰 你要把它清掉 你清了以后 才可以继续加财 又烧了又有灰 又要加财 而且是不断的动作 对不对 你不是清了一次就没事 为什么 听说你又来现金了 哇 现了一次 你又更需要很多柴 又要放进去烧 哇 烧得越多 现了越大的机会 你更新的机会又越快 清灰的时间又更快 对不对 同听那种玩法 是 你知道 灰啊 给人家感觉是 燃烧以后的 一个一个 所谓的 没有用的 无用的 清除的残留物 但是灰代表是正面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讲 如果你这个集团常常 比如说有三个集团 假如 这个集团常常有灰 表示百姓常常献祭 而且可能献得不错的祭 为什么 你献牛要不要更多财 如果献一只鸟 放好两根财 可能就烧掉了 是不是 所以表示他肯奉献 他愿意奉献 所以他这集团的火 一直很猛烈的烧着 是因为百姓愿意献上 然后祭司也不断的清灰 不断的加财造成了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清灰是重要 是正面的意义 是一个人与神当中 一个属灵状态的指标 表示这个人爱神愿意献祭 表示祭司尽职 去加财也清灰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那清灰对教会属灵含义 是什么呢 你发现清灰不是一次性 是重复 重复要做 所以要不停的清灰 象征的在属灵心智上 不断的更新 你一定要清 旧的东西不要了 到了 然后再加财 又有了 再来 到了 所以这个给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 是更新 提醒我们 让这个祭坛的火 继续烧着 我们要有不断的清灰的当中 也让教会知道我们的灰在哪里 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太多的反击灰 需要更新 需要清除的 假如没有清除 这个灰本来是正面的 因为不清除 本来是助力的 反而成为教会增长的阻力 让教会这空气不流通 想想看 比如说现在小组 小组 我们希望再更新吗 小组创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希望是 灵命晋升 透过查经 属灵庄进步 然后呢 操令侍奉 每一个英姊妹 都在小组有侍奉的机会 然后呢 因为小认识 彼此相爱 还有呢 广传福音 透过小组 把福音传开 终止目的是这样的目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灰在哪里 我们就发现 哎呀 我们20年前 我们十几年成立的小组 我们实际上两个人了 但名称不能改 打死都不能改 那个灰啊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不肯清楚 但是我们说 既然你是小组 小组是八个人 到十二个人的定义时间 假如说神 我们的弟兄姊妹 已经年长了 已经不在周五 小组出现了 我能不能调整我的灰 改变一下观念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国度的缘故 我可以 换名字又怎么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灰 这样 我们教育一个习惯传统 是在教会小组 目前我们是十六个小组 二十二个房间 换句话说 如果上帝 你不要祝福 我们目前教室还够 我们会这样祷告吗 你不可能这样祷告 你小组你一定会做啊 让我们的小组继续成长 一成长 要不要分小组 教室够不够 两年三年以后 你发现教室就不够了 请问 你说我打死都不能 就是要在教会 所以我们就要把所有教室 继续清除 继续继续在这边 能不能改变一种观念 让我们可以把福音进社群 在某一个小区里面 租一个晚上八块六块 那个小区的华人 我说知青 邀请来从那边开始 更新嘛 最近主持学报名 要求报名嘛 也是更新啦 一开会的时候 我们教会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报名 我们的灰也蛮重的 所以那个老师 每次要硬几份呢 不知道 哪一个教室呢 不知道 所以下礼拜 人太多了 能不能换教室啊 每个礼拜那边 家议 讲义啊 我们这个灰啊 早就应该清了 除非这个是行得通的东西 那报个名表示负责嘛 所以我上次提到 我们可以有一百六十个人报名 真正上完十次以上的 也只有六十位 所以表示什么 我不报名 你又奈我和 哪边有店就哪边吃 下礼拜不高兴再换 不能连续把一个经验学完 我们的态度 这个灰太厚 要不要清 要清 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 这种改变对大家可能不习惯 可能我们已经习惯旧的传统很久了 但是新旧年的时候 牧师语重心脏的急速挑战 改变吧 感谢主啊 教了一年以后 这一次的主族学 听说已经有一百多人报名了 我真的很惊讶 又很惊喜 感谢主 表示弟兄姐妹开始看中 这个时间的报名 是对上帝你自己的责任 让老师们可以很好 跟同工很好做安排 我们要更新 有一本书 93年出了 1993 10 of today's innovative churches 翻译成美国十大创新增长教会 这个Thomas这个作者呢 本来要访问25个教会 后来发现同职性高 三件 后来有一些教会 教育跟福音派的 有些冲突 后来选出十个 这个十个呢 每一个教会去访问 像San Diego 像这边 那时候我们这个 Seddleback还没了 93年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发展 如果现在呢 他也会被访问 应该是 虽然是成长很快的教会 所以这个Thomas 他就一直有一个观念想说 我要找出原因 这么多的教会 为什么你们这个十个教会 可以从几百人到几千 到上万人 你们增长的原因 在哪里 他后来找到一个 共同的五大特色 这五大特色是什么 第一个 他知道现今的人在想什么 其生活方式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为什么 我在芝加根幕会的时候 跟这边完全不一样 整个那会被有 就那么两间教会 你不想来 你就去那个教会 没地方去 冬天像现在 今天零下四度 冬天很冷 没地方玩 只好到教会 那可能是另一种 但这边啊 二十几度 十几度 玩的吃的 都是 而且教会也多是 美国教会 中国教会 多是 我发现 我要想 这边的人想什么 后来我这一年观察下来 来这边生小孩的很多 投资因因的很多 内在美很多 有内人在美国 先生在美国 在中国 内在美国 内人在美国 也很多 完全跟 中西部的牧养不一样 中西部你一看 不是知识分手 读完书 拿完硕士 拿完博士 找到工作 不得已留在 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这是这样的 那这边不是啊 移民的 旅行的 像这个生小孩的 投资移民 发现 诶 上帝 第一个提醒我 哦 你的牧养 你不要把指甲哥那一套 完全 copy 过来就可以哦 你办什么讲座 一大堆 生活讲座 健康讲座 到处都有人办 那我就想 这个可能不是 我们要的主题 我要更新啊 想什么 第二 用创新的内容技巧去接触人 所以教会 如果你还在石板的 旧有的传统 我们会有人根本不来了 我们有没有一些创新 但是福音的本质是不变的 不要误会 内容是不变的 但是方式可以改变 第三 不要被过时的传统所束缚 弟兄姊妹 特别是老家那里有没有我们很多的旧传统束缚我们 绑着我们的脚 然后咱喊跑啊都跑不快 因为绑着 因为绑着 第四个 不怕改变 改变会带来不安 改变会带来犹豫 改变也会带来冲突 为什么一定要 为什么那样 你发现吗 我发现一开会同工们很多挑战都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那样 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不怕改变 然后守住 如果除非我们现在行得通 我们的小组人数 我们的组织学人数 我们学习的精神 都很好 不需要改变 对不对 但是明明看了这个现象 一年下来 为什么报名160个人 只有60个人好好商完一课呢 那这应该要改变吧 为什么怕改变 第五个 对新的内容设计要有敏锐的眼光 我非常阿们 所以这本书事实上我看了很多遍 每一次看我又被提醒 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增长 不要忘记创新 不要忘记改变 清灰 把我们很多的一些灰拿掉 拿掉 第三 需要圣洁严谨 我们看这两节 这两节我们再读一遍 你们在那边的眼前 祭司要穿上细麻木衣服 又要把细麻木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板机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颜外洁净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 在献祭的时候 要穿一种衣服 对不对 出去盗灰的时候呢 你又要换衣服 有没有觉得太啰嗦麻烦了 拿完灰 一盗灰来继续盗 他觉得你 开始要去收的时候 穿得很正式的 戏麻烦的衣服裤子 要到的时候又要换 回来的时候 下一次要不要再收 要不要再换回来 上帝是不是太多数号 为什么这两节 放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戏麻烦衣服 所有祭司穿的衣服 在救援里面 你发现非常严格的 帽子怎么戴 披肩怎么批 挂的胸牌是什么 穿的衣服什么材料做的 裤子什么的 全部都要求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个祭司 你一个服饰的人 说我也是帽 我穿的这个比你设计 你看摩西所定的更漂亮 我难道不能用我的想法来 来穿这个衣服做服饰吗 不行 所以你发现出埃及的时候 有一句话很重要 在出埃及 他说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 下面一句话 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 事奉耶和法 山上指示 所以你不能到迦南地里的时候 他的衣服更好 更鲜艳 他的什么什么更好 我可以随便的来换 所以我到加州的时候 我有一个不习惯 不是在 以前我在98年 在念正道神学院博士班的时候 参观很多的教会 有些的教会 就是为了吸引人来 所以他不要求穿的 穿得很正式 所以你看他穿短裤的 穿拖鞋的 脚扣相长的 都在服饰 为了迎合这个时代 但是你会不会把本质弄掉 所以我们要求上台的人 最起码的穿头上 你不能随便 同学吗 同学们 这是你要用圣洁的装饰 侍奉的神 你要穿上神定规的袍 穿什么 你看 会幕内 那是洁净的理由 所以你要穿上 好的袍 侍奉 倒灰啊 你不要误会 你听见没 哦 烧了很多灰 收收收收 在营外 倒在地上 反正没用 不可以 因为那个祭物 是经过注导 是经过线上 它低下的石油 连灰都捷信 所以它即使要收起来以后 倒在朝东边的地方 有一个专门收灰的弹 你不能随便 连倒灰 它都有要求 所以兄姐妹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今天我们在所有服侍的童工来讲 有没有看到这么严格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造主所吩咐的 那一个来服侍他 这是祭司穿的衣服 他的膝盖上面挂了什么 有没有看清楚 你们看得到吗 锤子啊 不是的 铃铛 挂着铃铛 大祭司穿的 一年一次 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 他要全部穿了 大祭司 他要叮他 为什么要穿这个 大祭司 他在之前 竭尽自己 等等 认罪回来 如果 这个大祭司是带着罪 百姓看不出来 其他的祭司也看不出来 但是大祭司 自己知道 上帝知道 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 注意 上帝因为怒气 就击毙他死在里面 所以大祭司你看 他在带领百姓做献祭 一年才一次 但是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 因为不洁净 神经 所有的祭司在外面 没有听到叮当声 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 连祭司都不敢进去 有没有想到圣洁服事的重要 今天如果看我们的脚 看我们事奉的态度 我们会不会觉得 离那个上帝的要求越来越远 当我们不能把最好 最美的 按着神所心意的态度来释放 神怎么与我们同在 神怎么可能 赐福给家庭教育 它里面讲细麻布 它代表是圣洁公义 为什么呢 有两句 两处 经文文明信念 请 就蒙恩得川光明洁白的西马医 这西马医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 这是塞加利亚讲的 请 就可以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的用圣洁 今天所有事奉记得 就那两条腿 圣洁 分别为圣 按着神所分布 所以公义是什么 你见证出来 你不在台上的时候 你走下来的时候 你的生活 你其他的聚会 你其他的事奉 是坦然无惧的 合神亲意的 可以被验证的 那你这个事奉 神仅见 所以圣洁的事奉 不是口中的事 要表达而已 很多时候听众 你有没有看 你有没有公义 你的戏马医还在身上 你的戏马库还在身上 所以圣洁公义 一个是内在的生活 一个是外面的行为 这是我们要施奉的 所以圣洁是生命 公义是道理 圣洁是性情 公义是习惯 你已经 不会叫做 你就活出来 就是很漂亮 是合神心意的 很美的一个见证 这个大家知道 雅宾的两个儿子 拿达雅比库 他没有不献祭 他还是献祭 但是不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 他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想 哎呀自己烧 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 神就在祭坛前 击杀他 献祭的人都被神杀死 你想想看 因为不照神所要 乌杀的事 拿达雅比库的反骨 都是我们的警戒 所以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事奉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事 事奉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然后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事奉 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来一起学习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我们有圣洁公义的事奉 你讲完以后 会大家说算了不要事奉 免得被吉利在家人教 每一个人都要事奉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事奉是一个成长 也是蒙神赐福的一个过程 所以弟兄姊妹 没有事奉 在新的一年 事奉 你能唱加入师班 你能教参加主书学 你不能教做学生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参与事奉 我们的餐厅打菜啊翻菜 也都需要衡工 记得每一个人 没有闲杂人员在我们的教会 都是在事奉里面参与的一份手 大家参与 第二个 记得既然要事奉 我们就一起努力 学习合神心意的事奉 记得吗 这三个要求 第一个 你的事奉能不能适合 天天加成 失火不息 第二个 有没有常常清晖 你心智 事奉的态度观念 常常被主更新 第三 有没有圣洁严谨 合神心意 我们来唱这首歌 大家唱过了 这个心愿 这首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也成为我们互相勉励的心愿 我们再一起来唱 你的向主来唱 主啊 我愿奉献我自己 主啊 我愿永远服侍你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的主意 我愿意 神尚方 dass 神绝在你 愿为主胜利 愿为主做尘命 愿为主做尖命 者作尖命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 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的经历 我愿意神顺服你 冲到这张里面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 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的经历 我愿意神顺服你之意 愿为主舍三名 愿为主所心灵 愿为主做父人 愿为主福世人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 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的经历 我愿意神顺服侍你 主啊我愿意神顺服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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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愿意神顺服侍你